2月13日,继续掘出八枚金牌,短道速滑产生女子五百米金牌,范可心力争为中国队夺取五连冠,单板滑雪女子幽行时,刘嘉宇和蔡雪同冲击奖牌,若能登上领奖牌将是历史突破,中国短道对历史上获得过九枚冬奥金牌,其中四枚都来自于女子五百米,自2002年盐湖城的大洋洋。 到2006年都灵和2010年温哥华的王蒙,再到2014年所谢的李坚柔,中国短道在冬奥会上完成女子五百米的四连冠,2018年在平昌能否实现五连冠,女队和新范可心重任在间,范可心五百米先后五次拿到世锦赛五百米冠军, 并在2015到2017年,连续三届世锦赛长连五百米冠军,毫无疑问是该项目的夺金最大热门,范可心的最大特点是起跑快,超越能力强,有速度优势,在比赛中敢打敢拼,关键时刻敢于使用高难度的超越技术。 不过本赛季范可心在五百米上的表现,却不得不令人声忧,世界杯两战比赛都因强跑犯规被罚下场,陷入犯规的麻烦之中,尽管两位韩国选手沈希希和金阿朗在预赛中出局, 但范可心在五百米项目上的真正对手,还有很多,韩国的崔敏靖,加拿大名将圣格莱斯,布廷,英国的克里斯蒂,意大利的方塔纳等,与范可心的实力都在伯仲之间,其,其中前四位本赛季都拿到过世界杯分战赛的冠军, 预计到了半决赛的争夺就会十分激烈,届时很可能会出现强跑犯规,碰撞犯规等意外情况发生,范可心一定要避免出现不应该的失误,才能实现冬奥夺金宿怨。 单板滑雪女子幽行驰,中国两位名将刘嘉宇和蔡雪童闯入决赛,刘嘉宇2009年17岁时就拿到果世锦赛冠军, 2010年在温哥华,刘嘉宇首次参加冬奥会就获得第四,取得中国选手迄今为止的最好成绩, 2014年所卸冬奥会,刘嘉宇决赛两轮都出现失误,最终己名列第九,本赛季刘嘉宇以两夺世界杯冠军,技术难度和稳定性相比,以往都有所提升,资格赛排名第二就是实力的体现, 蔡雪童曾夺得2015年和2017年两届世锦赛冠军,具备冲击本届冬奥会奖牌乃至金牌的实力, 4年前他在所卸获得第六,本届目标至少是一枚奖牌,资格赛时蔡雪童没有拿出自己的高难度动作, 排名第六晋级,决赛他势必会冲击更好难度,若能发挥水平把握住机会,有望登上领奖台, 决赛两位中国选手的主要对手,是夺冠大热,美国含义选手克洛伊金, 另外一位美国选手马斯特洛以及日本的世锦赛亚军松本春菜,克洛伊金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, 难度大动作质量高,资格赛接连得到90分以上的高分,只要决赛不出现失误,金牌几乎很难旁落, 马斯特洛和松本春菜也都具备80分以上的实力,刘嘉宇和蔡雪童想要登上领奖台, 要在发挥水平的基础上避免失误,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, 中国选手阿尔城哈兹夏开尼参赛,单板滑雪,雪尽型男子U型场地资格赛, 张义薇与史万成参赛,力争闯进决赛,此外,2月13日还将决出月夜滑雪男女传统式短距离, 雪橇女子单人,以及高山滑雪男子全能回转冠军,冰湖混合双人冰湖金牌,